屏東市由名女高中生翹克各類母親發現 母親氣得當街大聲咆哮 還拿水管呢就往女兒身上抽打 把她打到癱軟痛哭 想請我們立刻連線記者王月芳 月芳 好的主要各位觀眾 先看畫面呢 就是這個穿著黑色外套的高中女生 是跪在地上 而在她前面這邊穿著藍色上衣的呢 就是她的媽媽 她媽媽非常的生氣 因為發現她翹克 先是要她呢自打耳光 那麼閃亮的巴掌聲呢 是讓住人都注意到了 這婦人呢 接著呢是拿著這個水管呢 站穩腳步拼命的罵她 滿口謊話 後來呢更繞著這個女兒呢 左右開弓死命的抽打她 讓這個少女呢 痛到根本撐不住整個癱軟在地 而且呢抱頭痛哭 而旁邊呢 一起翹克逛街的同學呢 則是被這個媽媽的那個舉動呢 嚇到整個人呢傻眼 那麼呢 有一名民眾呢 是衝上前來勸打說 欸不要這樣子打小孩 要用愛的教育啊 不過呢這位媽媽呢 是高聲大聲的回嗆喔 他是說呢 這個女兒已經不是第一次 逃客逃家了 愛的教育根本沒用 所以呢 還是不管這個民眾的勸阻喔 而後來呢 警方也及時的趕到了 原警是勸這一位媽媽呢 不要再這樣子打小孩了 而就後來呢 這個女兒的爸爸 也騎機車趕到了 趕緊呢 是幫這個女兒呢 收拾散落一地的物品喔 帶著他們一塊離開 不過呢目前呢 屏東市的社會處呢 已經介入了調查 那麼這是掌握到 最新情形鏡頭 交換同理主播喔 好 現在岳芳 我們看到呢 高雄有名母親 新位女兒翹克 當街拿水管毆打她